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这两天虽然媒体聚焦的是习主席 接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 但是反腐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 习主席在不同的场合反腐强调 在反腐的事情上要刀刃向内 要挂鼓疗毒 还以前流行一句话叫倒查20年 20年的事情咱不了解 但是倒查个十来年四五年 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今天我们看到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原党组书记 董事长王怡林涉嫌受贿被逮捕 新华社刚刚发布了消息 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将王怡林的案子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 那最高检案以涉嫌受贿罪对王怡林做出逮捕的决定 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为什么我开头要做这么多铺垫 就是因为王怡林 他是在2020年就已经退休了 你看退休已经四年了 仍然被查 他本人的背景非常有意思 可能也能看出一些脉络 他为什么出这个事 为什么是这么久才出事 1956年9月 王怡林出生 曾在新疆工作多年 一直是能源系统 比如说他一开始是个业务干部 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 姚军院的副院长院长 后来在石油管理局也是新疆的 担任副局长兼勘探总地址师 党委副书记后来在中石油 担任新疆油田分公司的总经理 党委书记等职 那2011年的时候 王怡林离开了中石油系统 来到了中海油 就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担任董事长 你看这时候他就已经进入了 大型国企的一把手 老大这么一个位置上 到2015年的时候 他又调回了中石油 出任党组书记董事长 直到2020年到零退休 那这个事情四年以后被查 他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今年7月31号 央视新闻就曾经报道 王怡林被开除党籍 当时通报说的非常有意思 那和其他贪官共通的地方有 王怡林丧失理想信念 被弃出新使命 长期结交政治骗子 并被其利用 对抗组织审查 然后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 安排的旅游 违规收受礼金 违背组织原则 在组织谈话 寒寻时 不如实说明问题 在职工录用工作中 为他人谋取利益 连结底线失守 纵容 莫许亲属 利用其职权和职务 影响 谋取私利 不重视加封建设 对配偶失管失教 将公权力 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 大搞权钱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职务调整 项目称了企业经营等方面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问题很严重 更关键的是 在十八大以后 不收敛不收手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应该属于那种 从严从重的那一类的 所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研究 中央批准 决定给他开除 党籍处分 按规定 还取消了他享受的待遇 收缴违法 所得 将涉嫌犯罪问题 移交司法机关 这是七月份的宣布 今天终于宣布 要逮不了 王一林 你看就是这么个背景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那首先 王一林 长期在新疆工作 这种 在边远地区 天高皇帝远 自己说了算 非常容易形成小山头 小王国 他就是这个山头的老大 这个王国的国王 所以这些地方 最容易出问题 那另外 由于他所处的这个区域 长期工作的地点是新疆 这个地方 也容易产生 汉族的干部 心里不平衡 然后一旦有机会 绝对不会放过 捞钱的这种事情 当然这个事情 不一定适用于王一林 而是源于我对大批派往新疆 西藏的干部的了解 他们的心态 我非常清楚 我的朋友里面 比如说宣传系统的 文化系统的 一开始说 去新疆西藏 叫挂职 因为你在北京的部委里面 提拔什么时候 轮得到你 对吧 你要想在宗祖部那 画一道 说这个同志应该加分 因为他虽然毕业的学校一般 也没有什么老领导特别欣赏他 但是你看踏实肯干 一毕业就去了老少边穷地区 去支援边疆 在新疆西藏苦哈哈干了三年 英语提拔 一般的没有别的条件的这些干部 都要通过这种手段 我的朋友里面 人家就有趣了的 问题的关键是 有时候这种政策都是临时性的 也没有形成书面 人家有人去了三年 说好回来 结果回不来了 北京没有地儿接收他 在新疆接着待下去 在西藏接着待下去 连老婆都找不着 有的人生了孩子 还畸形 孩子畸形 因为你这个汉族人 你长期不在那儿待 你到那儿怀了孕以后 各种各样的不适应 各种各样内部的化学反应 你想都想不到 所以很多生出孩子来 也不能要 所以那等这种人 如果他当了干部 你说他能不捞吗 他得把过去的这个时间 给他捞回来 另外 新疆当年 你看这个谁 王一龄当年在这个年代 新疆当年实行什么 叫三个60% 什么叫三个60% 招生 新疆西藏地区的大学 招生少数民族要占至少60% 招工 少数民族占60% 招兵少数民族也要占60% 为什么这事重要 是因为计划经济年代 当兵复员可以立即安排铁饭丸的工作 一辈子就不用发愁了 那大家都知道 因为你必须要少数民族都在60% 他的人口 整个的素质和汉族比确实又差出很多来 所以他就人为的制造了民族隔阂 种族歧视 加剧了民族矛盾 汉族和穆斯林民族是逆向的歧视 汉族受到歧视 那这个问题一代又一代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到后来 80年代初 胡耀邦到新疆考察工作的时候 就是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他和干部群众合影的时候 这些干部群众纷纷抓住机会向他抱怨 说什么 说我们这些中央派到新疆来的人 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生 献了终生还要献子孙 你知道吗 所以因为这些普通的干部 他回头他也得招生招工招兵 普通汉族群众 这也是他唯一的出路 但是这些政策在新疆这些地方 都给了新疆人 汉族群众受到了伤害 不过我讲这些例子 就是想咱们因为对这个中央宣布 王一林这种人他出事 他也不给你个十点 咱也不知道 对吧 只能从他窘乎常人的经历上去分析 他可能会出了什么问题 纯属猜测 那王一林后来你看从新疆 他终于回到了北京 担任大国企的一把手老大 这个时候什么 这个时候他终于逮到了机会 能管钱能管人 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 所以他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 我们看到王一林出事 在他退休之前就已经出了一次事了 2016年 我们看上海澎湃新闻网的报道 什么呢 中石油董事长王一林等三人被通报 九亿买度假村 这次通报非常有意思 就是当年中央搞这个八项规定 不准乱吃乱喝 不准胡搞 不准这个生活腐化 极端堕落 这个时候这几个人竟然迎风作案 谁呢 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 你看国资委领导案 中石油董事长王一林 中海油董事长杨华 三位省部级干部 因为什么 多次公款吃喝 提供高档酒水和香烟 这些问题违反了中央的八项规定 中央予以了通报批评 那这几位都干了啥事呢 他为什么聚在一起了呢 你看徐福顺是国资委的副主任 他就管中海油中石油 是吧 严格说来 他就是王一林和杨华的商级领导 这是国资委的领导 所以你看招待一下他 也是人质长情 杨华曾经和王一林在中海油搭档 当时王一林是中海油的董事长 杨华是总经理 你看后来各自又成了中海油和中石油的老大 那聚在一起 喝点高档酒 抽点高档烟 怎么了 原来没怎么 没问题 但是在习主席反腐的高压之下 这个事情竟然被通报 主要问题是 王一林他们 在北京买了个叫金湖度假村 买着一个度假村 就花了9.497亿 9.5亿 你看将近10亿 这种事情 他就应该向国资委报备 因为你是国家的钱 是不是 你是大型国企 你花这钱 谁批准了 国子又不批准 你就不准动 所以这个事情当年就被巡视组 中央第二巡视组做成了重点督办案件 予以整改 予以整改 这整个的金湖收购的过程 最后被查了个底调 什么叫培训中心 说白了 就是跟当年 陈其同和王宝森一样的 王宝森就是把北京市委 市政府的培训中心 搞成了一个十分豪华的培训中心 对外叫培训中心 进去以后 那都是极其牛叉 极其奢华的设备 和用品 虽然的时候 那个江泽民想搞倒 这个陈其同 不也是用了这个理由 所以整个金湖工程当年 就被中央给抓了个正招 抓了个正招 那这种情况下 你看2014年已经出这个事了 让他平安退休 就已经是谢天谢地 结果你看退休四年 还是仍然出事 这证明他退休以后 可能也没闲着 最重要的问题是 很多是想自己不敢亲自干了 就让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老婆 利用他的名义 告诉搞钱 因为他作为大型国企的一把手 想给自己人生钱的机会太多了 搞各种公司 搞各种平台 搞各种捐助 甚至和别的公司之间 交换资源 然后互相照顾彼此的子女 这都是一些常用的手法 那目前啊 我们看到这个 王爷林这事啊 非常可惜 你说没有能够平安度过晚年 退休四年 仍然被拿下 这事啊 小不了啊 小不了 那说实话啊 英雄难过美人关 再牛逼的干部啊 也过不了自己老婆这一关 所以啊 他这个对家属诗管诗教这一条啊 令人同情啊 但是不能原谅 因为党籍国法摆在那呢 但另外一条啊 特别有意思 一般人恐怕难以理解 那就是他长期结交政治骗子 并为其所用 哎 拜托啊 他已经是中石油的老大了 至少是个副部级干部 这样的干部 得是什么样的政治骗子 能够骗到他啊 什么样的政治骗子 能让中石油的老大 感觉到还有用 那你说这种骗子是不是很牛 我觉得至少得是七哥这种级别的啊 那叫谭笑有轰如往来五百丁 天天进常委家串门 连别说打电话了 连门都不用敲 推门就能进啊 那叫一个牛逼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由的回想起当年的北京啊 那极其的令人怀念 极其的神往啊 在习主席拼命啊 打压这些骗子 特别是政治骗子的时候 北京的气氛已经没了 但当年那个气氛啊 灵人仍然令人神往 我估计啊 你看像这个王毅林这样的 他为什么结交政治骗子啊 因为需要吗 怎么需要 常年在新疆待着 总不能最后落得个 啊 献完终身献青春 献了青春 还得献子孙 总得回北京吧 回北京 就得北京有人才能回北京 对吧 另外就算回了北京 你要坐稳老大的位置 也得有人 所以政治骗子 层出不穷 是因为有这个市场啊 再说了 骗子能让你一下就看出来骗子 那叫骗子吗 看不出来 有的骗子真能办成事啊 那今天啊 我们也回忆一下 北京 大概经常有哪几种骗子 通常出现在 啊 饭局上 有一类是纯骗子 他们冒充啊 国家重要部位的司局级干部 或者副部级干部 号称能帮人办事 为由头 用这个骗钱啊 那这些人主要骗谁呢 骗山西梅老板 骗各地住金办 骗往北京去跑项目 跑资金啊 跑人头 跑关系的各路人马啊 当然一般的时候啊 这个组织这种饭局的人 要严防死守 否则的话 你朋友的圈子都知道 哎呀 我上次认识个骗子 是谁组织的饭局 哎呀 这种事情一出啊 在朋友圈子里 就减分啊 减分 但是有类骗子啊 你没法说人家是骗子 只能把人家称作叫庄家啊 不是专家是庄家 什么庄啊 庄逼的庄啊 超级能庄 庄家呀 不是骗子 而是他通过自己的演技 让老板们觉得他是大人物 人脉很广阔 根基很深厚 值得结交 有事肯定能办啊 要达到这个水平 演技要好 摆谱要摆得到位 能在不动声色间征服各路老板 让老板拿钱来投靠 而不是人家给你要钱啊 只字不提前 让你拿了钱来找我啊 这才是本事 那我以前在北京就经常认识这种庄家啊 有一次啊 这个碰到一人特有意思 他本人啊 身份是中央顶级单位 后勤部门的一个芝麻小官 我估计啊 就是管管锅炉 管管供暖啊 管管过年过节啊 发发电影票 这一类的事啊 但是这位庄家啊 官小 谱非常大 在饭局上一坐 平静中露着霸气 随意中显出智慧 说他是多大干部 你都觉得像 你都不会怀疑 我亲眼见到我一次 一个吉林的老板 和这个庄家见面吃饭 几下就被征服了 这个吉林老板就问 领导在哪高救啊 庄家说 我是为中央首长服务 老板一听有兴趣了 在什么部门啊 庄家也不正面回答 说啊 反问你们现在省长是谁啊 老板说 我们吉林省的省长啊 现在谁 庄家行思了一下 从兜里套出个名片夹 从名片夹里套出一张名片 他说是这个人吗 上个月我还见他呢 又请我去吉林玩 我实在是没时间 老板一看 我去随手拿出来 真是吉林省省长的名片 立刻就非常崇拜 本来那个侄子的腰 马上就拖下去了 很恭敬的 向庄家要电话 要电话 那这个事你看 我跟这个吉林的老板并不熟 但是跟这个庄家见过很多次啊 各种饭局里面能见到 当然咱也不会点破玄机 为什么要破别人的财呢 破人钱财 是要付出代价的 咱不干那事啊 再说了 人家庄家也没说假话 在中央工作 有生长的名片 这都是真的 至于你把这个他有名片 这事想的有多大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后来啊 我就听说这个吉林老板啊 跟那个庄家跟得很紧 花钱很主动 很积极 也很大方 给庄家送了不少钱 办了不少事 老板很热情 庄家也很欢迎 但是能力有限 给不了吉林这个大老板 想要的这个回报 老板很郁闷 钱也花了不少 时间也花了不少 也算熟悉了 就是没办成事 他就很郁闷 所以你看这个吉林啊 东北他当时这些人就很嫩 其实有省长名片 没什么了不起 省长去北京办事 跟一个没老板去煤炭部办事 差不多啊 遇到人多的场合 你就是个省长 你也得群发名片 对吧 闲杂人等在旁边服务的 顺手搂了一张 也完全有可能啊 但是你看人家庄家 就能把这一张顺手拿来的名片 搞得特别到位 特别像大领导 所以你看这个事 有时候怪不得人家 那有些资深的庄家就更牛了 对吧 我就认识一个啊 认识他几年 吃了无处的饭 也不知道人家到底在哪 上班 在哪高酒 但绝对相信他有本事 因为啥 不管我们到哪吃饭 外面永远有两辆好车等着 挂的车牌啊 不是中央警卫局的 就是全国政协的 司机啊 都是正经八百的正团级以上的军官 车里布置的 特别牛逼 那个副驾驶都给拆了 让他喝完酒以后 回家的路上 能把脚伸到前面的副驾驶 那个位置上休息的舒服啊 你看就这个谱在北京 你能相信人家没本事吗 人家就是有本事 那这样资深的专家啊 啊 跟我刚才说那种 吉林老板认识那种 没有底蕴 没有演技 也办不了大事的专家不同 也就骗个吃喝 资深的专家 真的能镇得住 啊 能给你办成大事 当然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啊 我们在解读 那个红色赌盘的时候 就知道像啊 段月红 像沈栋 跟总理的夫人都是闺蜜了 他仍然得结交各路人马 因为中国的社会就是这么复杂 你认识总理有什么用 不一定有用啊 蛇有蛇路 虾有虾路 鱼有鱼路 很多时候 你就得在北京 得沉到水里 慢慢的混 这种专家 有时候 他真的就是你的贵人 当然也许 有些时候让你破财也办不成 有些时候是你的运气 是你的运气 我认识一个极品专家啊 叫高老大啊 他是超级能装的大爷 真牛逼啊 拿地 搞机场建设 隧道建设 这样的超级大项目 他能办啊 他能办 再一次 有一次喝大了的时候 他就聊起他的家屎 说他父亲是山东一个地儿的村长 他是他爸的独生子 就是个村长 小时候 他爸就反复教育他 你要时刻记住你的身份 别跟村里别的小孩一块玩 你得端着 让他们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啥 你是村长的儿子 你怎么能混同于普通群众呢 你一定得端着 不能让小孩什么都了解你 什么都知道你 让他们说 你别说 哎 这就是当年这个高老大 从他爸呢 爸爸那得到的这个教育 所以受家庭教育影响 这个庄爷 这个老大高老大 从小就爱庄大爷 那这个传播甚广的一件事 发生了1998年 98年是什么 98年是南方发大水 那庄爷当时还是一位 在位的领导 还没退休呢 他和一群各省来的高级干部 在人民大会堂 接受猛领导人接见 也不知道那天到底怎么了 大领导也许是因为南方发大水 也许是因为别的事情 心事重重 心不在焉 按照惯例和大家一一握手 等他握手握到 庄爷高老大这里的时候 出意外了 大领导伸出手落了空 庄爷竟然拒绝跟他握手 双手背在身后 平静的看领导人眼 然后大摇大摆扬长长而去 像是对领导人的态度很不满 这个大领导都快70了 脸当时就红了 跟在座的代表说 对不起 南方洪水下不去 状态不好 我怠慢大家了 向大家道歉 拜托大家 也把我的歉意 转达给刚才走调的那位同志 各省的代表 这才回过神来 既为大领导的真诚感动 也特别服高老大这个勇气 因为这个事 高老大在北京那段时间 可他妈出了名了 大家都传 高老大的后台比山高比海深 中央大领导 他都不放在眼里 从此高老大去哪个省 都他们是警车开导 享受正部级领导人待遇 他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名切 到处帮老板拿地 拿隧道 拿基建 拿地铁 这样的大项目 这样的大项目 那在北京的范局上 还有一种人 除了我刚才说的 那个骗子类型的 这种装逼的 还有真能办成事的庄业 还有一类 是属于一种鸡肋 就是形形色色的领导的家属们 还有亲友们 你结交他们 他们未必能给你办成事 你不结交 他们确实又是家属 亲戚朋友 他有相当大的特殊性 在高干家属的团体里面 像儿子老婆这种级别的 说白了 花多大价钱 你去追捧 八姐都值 当然人家肯不跟你办事 另说但是你结交上他 你对别人说 你说我跟铁道部 刘部长 是哥们过生日 他都让我去去他家 给他过生日 就算他没跟你办事 你只要有这个交情 你去哪办事都好使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要撬动这些资源 那除了直系亲属以外 像其他的什么表哥表妹 嫂子小舅子 老姨老舅 侄子表侄子外甥 这些亲属 你就很难去判断 到底值不值得结交 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某老板跟某高干的亲戚 打得火热 在另外一个场合 老板碰到某高干 领导本人了 上去赶紧把解释他 说我跟你的亲戚 谁谁谁认识 我们关系他好 昨天晚上一块吃饭的 领导冷不丁的回一句 那谁啊 我们多年都没跟他来往了 这种事经常经常发生 当然有些时候 高干领导的亲属 能不能办事 也不全在亲属远近 还是要看你处的怎么样 还是要看你的个人能力 有的人虽然是高干的远亲 但他自身的活动能力 特别强后来事 这种人其实也管用 也管用 毕竟高干下头的人 谁敢随便打电话 问领导本人 说你那个谁谁亲戚 跟你是远还是近 你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 你也不敢问 你只要不敢问 这种灰色的空间就足够发挥 足够赚大钱 所以刚才说的这个骗子 庄家 高干家属团都有可用之材 关键看你的眼光 也看你的造化 看你的机缘 因为北京的饭局多 实权领导 人家本人参加的饭局很少 你想办事 就是得通过这些饭局上的骗子 庄家 还有高干家属去办成 有些时候领导也愿意让你这么办 因为中间隔了一层防火墙 什么叫白手套 白手套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但是有一类人得特别小心 咱也不知道王一林 王董 他当年是不是认识了这种骗子 就是什么 他有本事 你求他办事 他表面上也答应 也认真开始办 但实际上他们玩阴的 他做局 他挖坑给你 根本的目的是让你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脱不了身 乘机 他在敲诈勒索你 爱做局的阴谋家 我们简称叫局长 局长怎么弄 比如说局长和梅老板认识以后 他会说自己认识谁谁 很牛很牛的领导 政协副主席水平以上的 你看谁 赖昌兴 人家去北京 就做政协人大委员长 王翰斌的专车 你说人家牛逼 那就是牛逼 对不对 幼稚的梅老板就会说 那你能不能引荐 我见一下王主席 局长答应很爽快 能 而且很快就能见 你等着吧 结果大领导还真的见老板了 很热情 老板特别感动 然后一同寒暄 聊天喝茶 领导说了 我当理事的某某慈善项目 进展的一直很艰难 很难得有你这样的企业家 能站出来 愿意出力支持 我代表我们理事会先向你表示感谢 老板一说一听 我去 原来是让我捐款来了 我什么时候愿意捐款了 对吧 但是大领导都这么说了 你也不敢否认 对吧 所以老板听了 牙根疼 又不能拒绝 只好稀里马虎的先答应一下 答应下来以后老板后悔了 老板后悔了 认识这么高的高官 其实他没有具体事要办 他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大领导 认识了 日后万一用得着呢 对吧 哎 这个美老板啊 自己觉得掏钱 太 心痛啊 踏不起 踏不起 那 自己就躲着了 就不愿意再去跟中间介绍 这位多见面了 哎 你看人家找你了 啊 找你了 说哎 人家的好多生命儿童等着呢 怎么回事 你赶紧去问问啊 然后等到美老板过年回家 回比如说回山东 过年的时候 省领导市领导都过来接见他 你敢不见吗 这是你的父母官 见过以后 省领导也问 说哎 那个上面领导问那个捐钱的事了 我们也很高兴家乡能出你这样的企业家 你赶紧落实吧 好不好 哎 你要再 不为所动 不真金白银掏出来 省领导啊 市领导就给办公厅 给官局打电话 交代要紧急处理这个榨捐事件 哎呀 榨捐事件 再不交 官局就来找你了 那这种情况下 多少钱 你也得出 你也得出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局长是最厉害的 那至于通过坑你这么个美老板 那这位局长 就是做局的这位 和大量之间 人家之间有什么交易 你是没机会知道的 你也没有资格知道 但里面肯定有啊 所以北京啊 就是这么奇妙 我估计啊 连中石油董事长这样的角色 你也碰上形形色色的局长 是完全可能的啊 这是为什么中央给他下定论 说结交政治骗子 为其所用 哈哈 所以今天啊 咱们就瞎扯 我只咱们只是看到了中纪委 发了这么个通知 说逮捕了 要要判刑 怎么回事 咱不清楚啊 根据他在新疆 待过这么长时间 根据他这个年龄啊 最后还用自己的老婆孩子 办事啊 最后有这么个结局 咱们啊 做一些推测啊 全当 大家进行一定的参考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留言啊 谈谈您觉得 这事 你有没有什么洞见 谢谢您 下期节目 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2024年9月3号 星期二 这也是我们9月份的第1期节目 那纽约啊 出事了 纽约这个地儿真是不一般 原来我的一些朋友住在纽约 说 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 中国的首都是北京 纽约是全世界的首都 那个范儿啊 给人感觉牛逼大了啊 你看他 所以他们出事啊 也都非常的奇葩 今天出事这个人 叫Landa孙 孙文 他是前纽约州劳工厅的副厅长 也曾经担任过 现任纽约州州长 凯西霍楚的副幕僚长 这次啊 他和他的老公 Chris胡 胡晓 刚刚星期二早上 在长岛的豪宅中被FBI逮捕 随后 孙文 Landa就被指控担任中共的秘密代理人 那星期二 FBI突袭了他们的豪宅 马上布洛克林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证实了逮捕行动 FBI也证实了这个逮捕的行为 他的这个豪宅啊 有股居士 价值将近400万美元 本来啊 是孙文和Chris胡夫妻俩拥有 今年三月才转移给了一个信托基金 那美国司法部随后发布新闻稿说 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公布了这份起诉书 指控孙文违反和合谋违反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签证欺诈 外国人走私和洗钱的阴谋 那据称孙文代表中国政府 行事 他的丈夫兼同案被告胡晓 也被控合谋洗钱 合谋实施银行欺诈和滥用身份识别手段 那作为现任的州长霍楚的前父母疗长 那琳达孙的这个被捕这个事啊 肯定也引起了州长办公室的高度警惕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份声明 今天发了出来 说这个人就是指孙文 十多年前被州长办公室聘用 我们在发现他有不当行为的证据后 于2023年3月终止了他的雇佣 并立即向执法部门报告了他的行为 并在整个过程中协助执法部门 那总的来说吧 美国在各个部门就是指控孙文和他老公 表面上是为纽约人民服务 实际上却在为中国政府服务 更关键的是这项非法的计划 让他们的家人啊 获利数百万元 所以美国政府啊 采取了比较果断的行动 那到底有哪些不法行为呢 比如说孙文夫妇啊 试图洗白他们从中国收到的钱 比如说啊 他的老公Chris胡在中国的商业活动里面 拿到了很多的好处和便利 凑成了数百万美元的交易 还有旅行方面的补助 还有一些活动的门票 还有那就是孙文的一个亲戚 不是表弟就是表哥吧 在中国就业也得到了中国相关部门 老领导的帮助 但更搞笑的是起诉书还提到 中共官员把自己私人厨师精心制作的南京板鸭 寄到了孙文父母在纽约的居所 你看有没有意思啊 连寄南京板鸭都成了个事了 另外除了在纽约长达这350万豪宅以外 孙文在夏威夷 腾星山还有一套公寓 目前价值210万美元 还有各种豪华轿车 其中一辆是2024年的法拉里 说到这里啊 这所有的这些行为 大家不要误会 可以是合法的 美国就是这么个德行 什么叫可以是合法的呢 就是你到美国司法部报备 你获得了这个资格以后 你就有权这么做 在美国嘛 资本家遍地 资本家的本性就是冲突到脚 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你只要出钱合法 就有这样的生意机会给你 大家知道吗 那个杨岚的老公叫吴征啊 吴征就是在美国司法部 正式注册的外国利益代理人 他为谁服务呢 他为中国的公安部服务啊 实际上他就都知道 这个吴征的上限啊 就是原来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 叫孙力军 但是你看吴征 这儿八顶向美国报备 所以现在咱就没有听到过 美国的FBI对吴征采取 逮捕行动的这种征兆 吴征这些人啊 毕竟在美国啊 原来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 卖汽车起家的 在美国啊 你只要卖过两样东西 你就连人都能卖 啥东西呢 一个是保险 还有一个就是汽车 那个吴征啊 就是卖保险的 卖汽车保险的还是啊 所以你看 那这证明啊 江还是老的了啊 到什么山你就唱什么歌 这个孙文啊 他就不认这个 他以为自己做这些事情啊 没事 但是确实在中美关系 密里调油的时候就没事 现在中美关系差了 很多人啊 都盯着在美国的联邦 州甚至重要的市政府 担任要职的这些华人啊 同时像孙文这些人 华人嘛 他总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一锦不还乡 如锦衣夜行 如果在美国混牛逼了 不让自己的家乡父老 领导们知道 那简直这辈子就是白活了 所以你看 老领导给他家 寄南京板压啊 帮他的弟弟安排工作啊 在中国帮他的老公啊 处理各种各样的商业事物啊 提供一些便利啊 他老公啊 在美国的华人区法拉盛 开了一个酒庄啊 卖酒的 就凭一个普通的卖酒的 和他在纽约 州政府这个工作 绝对买不起 将近400万美元的豪宅啊 和法拉利和在纽约啊 在美国谭香山 就是夏威夷的这个豪宅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 就出在这了啊 更何况很多事情 都是拔起萝卜带起泥 不查你啊 你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公务员 一查你 只要和中国有关系的 那就查了个底调 就不会不发现问题 你比如说 这个他的老公克里斯胡 还通过他的亲戚的名义 开设银行账户 洗白非法收益 怎么开呢 他就用人家自己亲戚的 驾照的照片 冒充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去开账户 然后所有的账户 都是他控制的啊 你看这个手法啊 都是特别的啊 有中国特色 有华人特色 那这个孙文 还干了什么呢 特别有意思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你看这张照片啊 这是在纽约曼哈顿的凯悦酒店对面 这些人手里拿着喇叭 高声呼唤 旁边啊 是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以及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 阴风飘扬 等等爱国歌曲 为什么这么干 是因为那天呀 蔡英文来美国访问了 就住在纽约的凯悦饭店 那在纽约的大小桥岭 那都一起出面 要驱逐蔡英文 反对台独 大家看看后面这些牌子 反对台独 可以说是对台独势力 对亲台湾势力的一次工人的实力展示 你看站在中间这个美女 就是孙文 她也参加了 甚至可能组织了这场活动 你看周围的 那都是这场活动领头的 所以她是坚决反对台湾 支持中国统一的 问题的关键是 她不但在这种公开场合 公开亮相 支持中国的统一进程 她还利用自己在州政府工作的机会 也进行反读促统活动 按照起诉书的说法 她阻止台湾政府代表 接触纽约州的高级官员 那就是故意阻碍 台湾方面的代表和纽约政府打交道 然后她还更改纽约州的高级官员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具有重要意义问题的信息 就是本来措辞应该是这样 她为了让中方高兴 或者是避免让中方尴尬 她就故意修改很多的文字 把这个文字按照她的意思去润色 还有一条特别有意思 叫未经适当授权 为中国政府代表获取纽约州官方公告 这个说的太含糊了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 其中相当一部分 就是我们整天在华人媒体上能够见到的 比如说过中秋了 过国庆节了 或者是过中国的农历新年了 各种侨团 湖南同样会 山东同样会 北京同样会 搞春宴 春宴的时候 那州长代表 出于对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保护和支持的原因 就派自己的代表来吃个饭 参加春宴现场都会宣布 纽约州州长代表 孙文女士 孙文上台 拿一个奖状 授予北京同乡会 给你们奖状 促进多元文化 这个奖状 这个东西 大部分时候 都是你要他就给 也不值什么钱 也不意味着就授权 你这个领奖状的这个人 能够干什么 但是你看 孙文就干了不少这样的事 问题的关键是 他本身就是曾经当过纽约州的州长的富美老长 还当过这个亚裔事务的负责人 大部分亚裔事务的负责人都是这么干了 但是你看既然盯上他了 现在就成了未经适当的授权 严格说来 那可能得州长办公室亲自授权 你才能这么干 但事实上很多人都不这么干 另外他还要什么 他为了安排中国的领导来纽约州访问 他要提供便利 为了对方签证方面就以纽约州政府的名义 出这个邀请函 但这个严格说来也违反纽约州政府内部的规则和协议 那你以州政府的名义出邀请函 那怎么地也得州长或者副州长知道吧 没事的时候就没事 有事的时候你不经他们同意 没有书面的同意 你就成了问题了 所以这些东西都加起来 你给他不但发了 这些人还用这个文件正式的进入了美国 这就等于什么 这就构成了与移民文件有关的虚假陈述 并诱使外国公民非法进入美国 所以这些情况下 你弄这些事 中美关系好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事 天天干 所有人都干 现在不好了 就要成了个大事 成了个大事 那这不是他的家第一次被突袭了 今年的7月23号左右 FBI已经突袭了他的豪宅 当时有些人分析说这个突发调查 可能和他家的房产价值有关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财政部有一个叫 FINCEN 金融犯罪执法网络 他们怎么寻找调查对象呢 就是很多金融犯罪的高风险指标 一旦被触发 他们就查 比如说 如果你没有贷款 购买超过300万的住宅类房产 就会自动触发调查 那为此 今年2月 金融犯罪执法网还发布了一个叫 住宅房地产交易凡洗钱规定 这里面要求 凡是没有贷款 住宅房地产交易的特定人士 你必须保存报告和相关记录 并需在成交日期后30天内 提交房地产报告 所以当年很多人认为是他家有钱 被金融执法盯上了 那现在看来不是 那就是和中国有关 当时很多人说和中国有关 还被刺为阴谋论 你现在看来 很多的阴谋论 到后来都坐实了 这个孙文本身还是非常有出息的 他5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来美国 能讲流利的中文 8岁的时候开始就帮父母做翻译 报税 开始参与社会 另外他是在纽约的巴拿大学院 拿了政治学学士 在各大拿了教育学的硕士 在州政府工作将近12年 担任了多个职位 作为一个不是出生在美国的一个移民 他能取得今天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他先是在州长哥默 前州长哥默任内担任了皇后区亚裔的代表 后来又负责走过纽约州的经济发展 是外部事务主任 就external affairs的director 这已经不错了 到后来又担任州政府多元化办公室的副主任 在2021年9月 这个女州长霍楚接任州长以后 孙文就被任命为副媒调长 2022年11月转任劳工厅副厅长 这个职务就相当不错了 在纽约这样一个州 能够担任劳工厅的副厅长 对他来讲是职业生涯的高光和亮点 但是很遗憾 今天又出了这种事 所以你说中国人华人这种出人头地 一锦还乡 报效乡亲们的心念 可以说是害了他 这一点也和现在美国国内的选举气氛 以及中美特殊的气氛有关 为什么 纽约是民主党为主的州 民主党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为了反击共和党给他们贴上了标签 可能会势子剪软的捏 为什么这么说 那共和党在各个方面 比如说他们攻击哈里斯的竞选对手 就Tim Orson的时候 就说你看 这个人和中国有关系 中共已经培养他 二十几年了 实际上Tim Orson 就是当老师的时候 组织学生去中国旅游 去了二十几趟 同时在中国他还自己举行了婚礼 在中国结婚这事竟然也被美国的优移媒体拿来攻击 说他早不去晚不去 这么多国家他不去 怎么就非得去中国结婚 而且那天是六四的纪念日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没什么联系 那在这样的大气氛底下 民主党为了反击 为了撇清自己身上的这个标签 就是我和中国没关系 你看我还抓他们的代理人呢 抓的就是民主党州长的父母党长 你看我牛逼吧 我公正吧 平时不是事 在这样的时候就抓你这样的人来 平息重弄 来作为政党斗争的一个工具 那这时候选谁呢 当然就选孙文这样的角色 更合适了 更何况你很多事情 真的给你安上这些标签的时候 你是百口莫辩 那比如说这个中国的领导给他家父母寄南京板压这个事 我告诉大家还真的不是开玩笑 当然我没来得及查 纽约正政府公务人员接受公众或者国际友人的礼物 他肯定是有一个金额的标准的 反正美国记者这个行动 我以前知道的是记者能不能拿这个被采访推向的礼物 可以拿第一你要报备第二这个钱 每件礼物的单个价值不能超过25美元 所以有些时候你 人家搞活动顺手送你一个T恤 记者也送了一件你可以拿没问题 拿支笔没问题 但他如果送你个劳力士 或者说他送你个LV的包 这就有问题 你至少要报备 最好是别拿 但你拿了 这就会是大问题 重则进去作奸 轻则丢掉工作 你说给记南京板鸭好吗 南京板鸭现在倍贵 是不是好贵 可能三四百一只 再加上寄过来的国际邮费 可能得一二百美金 还涉嫌违反中美之间邮寄的规定 因为你记南京板鸭不合适 这属于肉制品 没有经过商务商减 你都不能进 所以你这些东西 看着不是事 仔细查起来 上纲上线 它就是事 那这也应了我以前评论别的事情的时候 一句话 就是说 好多事情不出事的时候 只有二两种 一出事上了报纸 上了起诉书 他就一千斤都打不住 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估计孙文是没戏了 没戏了 现在所以中美关系 那真的是好不了了 不管是川普上台 还是民主党上台 他们都会对中国 对华人 显示出格外的严厉 不收拾你收拾谁 所以原来很多的华人说 我们华人 就是跟犹太人一样牛逼 人数少 影响大 精英被出 拜托 你跟犹太人能比吗 你跟犹太人没法比 另外了 你现在在美国 在欧洲 中国人连犹太人都得罪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中东的战争 哈马斯和现在的以色列政府的关系 去年10月7号 大规模的屠杀和劫持人质以后 中国豁明豁暗的 里里外外都站在恐怖分子一边 所以当时我就说 你这么弄 你为什么要得罪犹太人 你能从恐怖分子那拿到什么好处 而且这种影响 不只影响两岸的关系 会影响 社情民意 会影响 普通的犹太人 对华人的观感 那更何况 他们如果知道像孙文这样的 在纽约州政府 占据高位 整天推进的是北京的议程 犹太人会帮你吗 人家不跟你下套就不错 那这次这个事件里面 是不是犹太人因素 我觉得都难说 我觉得都难说 那所以现在中美这关系 那真的是非常差 不只是孙文出事了 还有一个教授出事了 大家知道了 不是我前两天反复讲的 埃德桑纳州立大学的 这个周鸿泉教授 他呀 因为各种原因 哎呀 开枪了 自己的太太去世了 我今天要说的不是他 而是著名的 清华大学的这个生命学院 这个饶意教授 他的前妻叫吴英 郑吴 也是美国最顶尖的神经科学家 在西北大学任教 在美国有顶尖的实验室 哎呀 特别遗憾 也是今年7月 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吧 自杀神亡 60岁 7月10号 在芝加哥里面自杀神亡 这个事情 对美国的华人科学家 华人学术界 也造成了 特别巨大的震动 因为吴教授啊 平时为人谦和啊 会人不倦 培养了很多美国和中国的 年轻的科学家啊 所以啊 南华早报今天这篇文章 回忆了很多人 都非常感念 非常感谢吴英教授 说他温暖 关怀 鼓舞人心啊 而且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问题的关键是 他为什么自杀 就是因为他在美国啊 没有资格再做研究了 他搞了一个顶尖的实验室 被西北大学给关闭了 为什么关闭 是因为他成为了中国千人计划的成员 啊 因此 根据未经证实的信息啊 他也被美国的 NIH 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家健康研究院 给盯上了啊 在美国搞这些研究 哪有离得开 这个NIH的 他要么提供啊 一些这个技术上的支持 要么提供资金 他们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在这次里面 就 对吴英这个事情啊 我估计啊 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那就是啊 既然FBI开始调查了 为了让这些事情 不至于引起更多的联想 和不必要的一些损失 他们啊 和西北大学一块 就把 吴英的这个实验室给关了 你说一个 顶尖的神经科学家 你把他的实验室关了 把他做实验了 这就 相当于把姚明的手给捆上 啊 再也不准打篮球了一样 那你说姚明如果不能打篮球了 他还能干啥 啊 那不就是郁闷吗 轻则忧郁症 纵则就把自己一根生挂上 就挂了啊 这位吴英女士特别的可惜 加入了千人计划 据新闻报道也是 他为中美两国啊 培养了很多年轻的科学家 啊 但是很遗憾 很遗憾 赶上了中美 这样一个啊 特殊的政治时刻 他呀 就成了牺牲品 所以很多时候啊 啊 时代的一粒微尘 落到每个人头上 那都是一座大山 很不幸的是 今天的孙文和吴英教授 都成了这座大山底下的牺牲品 后面还会有更多 因为中美关系啊 好不了了 好不了了 美国各界 对华人科学家 对华人公务员 这种怀疑和不信任感 将会越来越强 啊 你说他们冤枉这些华人了吗 没有 你们确实 拿着美国的好处 一心想着为中国出力 啊 所以这个问题啊 复杂就复杂在这里 那今天啊 我们也把这两个消息都报道给大家啊 这个吴英啊 还是那个美国臭名昭著的那个中国计划 China Initiative被盯上了一个人员 当然拜登上台以后把那个给取消了 因为知道美国啊 违反政治正确 你怎么能跟根据国别来来查某些人呢 你这不是种族歧视吗 但实际上 虽然这个项目取消了 个案都在调查之中啊 美国的这些华裔教授 可以说是亚历山大 最近有很多人啊 都相关的媒体也报道了 都跑回了中国 但是回中国 你不要以为你能拿着好处啊 从美国回去这些人啊 中方也是用了就扔啊 用了就扔 而且你这么回去以后 你和美国的学术界 你就算主动脱钩了 美国的这些学术同行会继续跟你合作吗 这些机构会继续跟你合作吗 合作就等于公开的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作对 啊 那对他们在美国安家 安身立命 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所以这些东西啊 他都是环环相扣的 今天要给大家聊这些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留言 谈谈您对无鹰 还有这个啊 孙文这个事件 您的看法啊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